你們已經同居了,那他會怎樣擊倒你,令你想分手 他還沒拍過拖子,我也是第一次拍拖子就OK 現在有時發覺他很緊藏自己的心情 我又能釋路到,通常都會去到我哭了口 他才肯跟我說什麼事 令我紋身了一個想分手的臉頭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今天很安靜 大家看到東方星不是這樣,因為他去了拍拖子 所以今天只有我們三個 這集女士主第一次拍拖子 跟她男朋友一起了一段日子後就同居了 但過程不太順利,所以她也有閃過分手的臉頭 所以想打上來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好,聽不聽 Mandy,想問一下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現在在台灣讀書 認識了一個台灣的男朋友 我剛剛拍拖子一年,她還沒拍拖子 我也是第一次拍拖子就OK 然後呢? 一開始跟她相處,就覺得其實是很OK 因為聊天或各方面都OK 第一次見面,其實已經算是見了家長 怎麼拍拖子 這麼快 首先我想問你怎樣認識她 因為其實算是網上認識她 她有一次就問我,願不願意在聖誕節 然後就一起去玩 我初時打算是兩個人 誰知她帶了家人 這個媽媽姨媽姑娘 那次就出現了,我就嚇倒了 但也沒關係 那次旅程也很愉快 令我對她的印象很好 第一次去哪裡玩呢? 就帶了家人 第一次是去了合歡山那邊 就追雪的去了 是 她家人就對我印象很好 那我自己都覺得她家人都很和善 然後之後她就隔了沒多久 可能再聊聊天 或者是在我每一會兒之後 因為我覺得其實她都OK 那我就想試一下 那就一起了 到現在差不多run了一年 大家都相處得很愉快 但是現在就有時就發覺 她有少少問題發生了 有些爭執或是不開心的事 就令到我開始紋身了一個 想分手 但又不是想分手的一個臉頭 那就很糾結 Manny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就是你跟她願意同居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否將她當成結婚對象 還是還是我純粹是男朋友 我純粹是同居住的 有想結婚的 我還是跟她相處樂舒服 才會跟她選擇試一下同居 那你拍了多久才開始同居呢 大約兩三個月 嘩 其實都很快 OK OK 因為其實她挺有誠意的 因為我自己學校是在雙化 即是在台灣的選中部 因為她那裡還在讀書 她學校和她的家都是在台北那邊的 她每次趁六天的時間 就特意來開車找我 她的時刻就是被她打動了 就是因為她有誠意 所以我想首先問一下 同居前你們拍拖的時候 她是怎樣對你 以及你覺得她的人是怎樣的 即是我覺得她的人是健康 而且我覺得她的學識算是冤博的 然後她的感覺是沒有什麼脾氣 而且很臨時刺 我看得很真誠 就是令到我覺得是可以跟她在一起的原因 然後你們同居了 那她又怎樣激傷你 令到你想分手 又不算激情 但最主要是她情緒控制方面 有時候是有少少問題 其實有時候我用自己的錢 想買一些東西 想提醒自己 她就有些嫌這個東西太貴 直接在店鋪那裡黑面 我有時候覺得就周深不自在 而且會很不開心 有時候是不知道什麼事 但有時候是找到原因 這裡牽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她限制你怎樣用錢 第二個就是她情緒很不穩定 我們先探討用錢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聽的時候 已經很想問 你買了什麼令她生氣 是食物 很貴的 是不是很貴 一千元一件 因為我知道台灣跟香港的物價差很遠 台灣可能吃過飯是40元台幣 即10元港幣 但香港吃過飯已經60-70元是很基本的 所以是不是你買了一些她覺得很貴的東西 是她覺得很貴 就是她覺得不值 你問是什麼 價格 因為其實我是買幾樣的 只記得是買了一千多元港幣 嘩 但如果對台幣是四千多元 那你又要知道台灣人工 那個比例是真的很誇張 可能半份量 但你在買了一些飾物 對 反而我有一個著眼點是什麼呢 就是你覺得她情緒不穩定 我會這樣問她發脾氣的時候 反應大不大 她是很緊藏自己的心情 所以有時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她是真生氣 純粹是她 因為她自己是有過動症或不知什麼的病 她有跟我說過 是有機會影響到她的情緒 我就不知道她是發病 純粹是知道有什麼事情 就打傷她 我就不肯定 但我想知道她有沒有從來在你面前發脾氣的時候 就說 你幹嘛 買什麼 不行 即是有沒有笑容這樣對你 即是很誇張的 是的 哦 Mandy 我想跟你說 剛才我聽你說到她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我以為她很誇張 就像Letter那些 但如果她不會怎樣對你大吵大鬧 又不會動手動腳 其實人某程度上 是怎樣都會有一點開心和不開心 但這個問題 這個一定是跟你自己一個人單身是不同的 所以我又覺得你可能需要包容一下這些地方 對不起 我想說 剛才她在黑面的時候 我想知道她在黑面前有沒有勸過你 還是一來什麼都沒有說過就黑面 她暫時叫我可以先看一次 即是她想阻止你 是的 可能我跟你說了幾次 軟轉一點你不聽 三番四次你都不聽 那就黑面我不吹聲 有機會是這樣的原因導致 其實最主要是她隱藏自己的情緒 隱藏得太好 我也適用不到 然後有時會很不自在 通常都會去到階段 就是我哭了 她才肯跟我說什麼事 但我覺得是這樣不健康 但我自己也不想做到這個地步 即是說 譬如她對金錢的用法 或者是所謂情緒不穩定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這個主要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的溝通接軌不到 因為我聽你說話 就覺得你是一個很樂觀 很小條神經的感覺 即是不敏感 傻大者 傻大者 但你男朋友是一個很臨自自的人 比較臨線 就得人 正正因為你兩個性格是這樣 就令到溝通不完善 你有時感受不到 她又不敢跟你說 慢慢慢慢拖下去 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是 你這樣真的很辛苦 你不如說吧 哭了 好像令到你這樣覺得 其實是不是不對 其實我覺得不是 只不過是你沒有提前跟她說 她也擔心你會不喜歡 所以她又收藏了自己 其實這個就是溝通問題 是啊 你有沒有向她表達過 其實你這樣我很辛苦的情況 其實有的 但因為她自己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 可以去分辨到她的情緒 或者演化 如果你感受不到她的情緒 對你來說有什麼不開心 就會令到整個相處的氣氛 會變得很僵 我就不知怎樣形容 即是說你是不喜歡 在你們的相處裏面 有太多的冷戰 是啊 明白 那你預期的方式是怎樣 有些什麼大家看出來說 其實她有時都會向我說她的煩惱 特別是一開始她還在讀書的時候 有時她也會跟我說 為何會選我這個廢柴 我都會安慰她 我希望她有什麼煩惱 不開心都會跟我說 而不是想自己收心買買 那就奇怪了 我聽到 因為她一開始會跟你說 為什麼她無緣無故不跟你說呢 有時她會願意說 有時她會不願意說 但當然她也會先放在那裡 捉到她的一個點 我再問她就會爆 我有上次跟她說 不如開心結成說出來 有什麼問題 但她還是繼續這樣太多 因為有時她的情緒來 其實有時她沒有理由 真的會有什麼原因 就純粹會突然很不開心 我聽聽一下 我覺得這個男生跟她相似 所以我有她的心理可以分享 其實我自己拍拖 我一開始 其實我都是喜歡選擇收藏自己 譬如我見到 我女朋友做了一些事我不喜歡 但我會選擇不說 我不是想不想傷害覺 我是不想有衝突 純粹就是我從小到大的教育 覺得叫我不要威修 要避免衝突 所以我覺得避免衝突是這個男生在想的 而為何你叫她說都不說 因為她不知怎樣說 她在人生經驗中 她沒有試過一個方法 是怪摘其他人 是的 沒有試過 所以她是不懂怎樣做 但我後來為何會慢慢轉變 其實我慢慢說的時候 我女朋友很有耐性 她會等到我想說的時候 先說 她不會迫我 當我想說的時候 我跟她說 而她給的評論 她不會責備我 她不會令我覺得 我講了這件事之後 感覺到嬌子 我會覺得 原來講了一次沒有問題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分享的心理就是這樣 是有很長期的影響 歸根究底 其實我覺得 問題其實都是溝通模式 可能你男朋友跟你 都是沒有經驗第一次拍拖 我自己拍了七年幾百元 我第一次的溝通模式 跟我今時今日很不一樣 兩個人的溝通模式 就像Letta說的 要長時間去磨合 所以你不要有一個期望 就覺得 我超級合格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你對於經營關係的期望 要推動一推動 就是你要雙方都 繼續付出努力 你要努力的位置 就是你跟她的溝通模式 而且Mandy 你要留意一下 她也跟她說 她有一點情緒病 可能在這方面 你要多給一點耐性 因為有時情緒病發的時候 你又不肯定她 她又控制不了 可能你要等她冷靜一下 你再問回 究竟是情緒問題 還是你真的很生氣 我甚至乎 我自私地這樣想 當然你可以當作聽聽 如果她的黑面 其實是習慣性自然 而她又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而她又不會有加深一步的行動 或者她不會對你指罵 或者是動手一腳的話 你就當作看不到她的黑面 你不要公迷大任 不用這麼悲觀 要試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對這些人會不會有助言 所以我就不知如何調整自己的狀態 因為Dixon說這個 飛家想到一件事 就是他這種不爆發 我跟她很相似 在我的角度看來 其實是一種忍耐 因為我的情緒 我不爆發在你身上 我正在忍耐 我不想影響到你 我只是在黑面 我沒有發誓在你身上 我的想法是這樣 當然可能你很難受 所以Dixon的說法也有道理 如果到她忍不住 她就說了 她就會跟你坦誠相對 可能跟Terry說 她的忍耐是為了破壞關係 即是不需要有衝突 但對我來說 如果你不坦白說出來 我真的怕負面情緒會堆疊上去 明白 其實很簡單 你多談多一點 但有個重點是注意 例如Lekta說 千萬不要在她情緒爆發時刺她 你要說什麼時候 你們兩個去Happy Hour 喝杯東西 大家兩個心情輕鬆的時候 你輕輕地提出來 聊這個問題 Dip Top 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啊 是啊 好 你這個 因為我這種性格 我這種性格很輕 慢熱一點 我知道你跟你們跳舞 我走一步 你又不停 我站在那裡等你 那你才會慢慢走回來 但有愛是可以解決的 還有你男朋友 可能你生活習慣上面 用了很多耐性去包容 你又反過來 可能在他溝通 或者表達自己上面 你又要多些包容 這樣才可以持久下去結婚 對 我應該會嘗試一下自己去調節一下自己的心態 好啊 還有多點溝通 還有你願意去想怎樣去調整你自己的性格 或者你調整你自己的溝通方法去融合它 其實你也是非常喜歡它 你知道你喜歡它的時候 大家就會再相處得好一點 好 希望你們越來越甜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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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聽真點這個案子 我做了那麼久 也算是兩年多三年 我以為你做了A0那麼久 我也是第一次聽這種案子 其實他是有一個完全沒有拍拖的人 剛剛踏入愛情這條路上 初戀會遇到的問題 例如像我這樣 我是A0 我對我所有的東西 其實是有截主權力100% 例如我走出街 是沒有人會問我 你去哪裡 或者是什麼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報道或者交代 甚至我怎樣去用錢 我喜歡我整份量 拿去買萬聯 都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對我干涉 但是忽然之間 現在有一個人 他跟我是很親密的 他會說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 其實你這樣對你不好 其實的確是會有一點不舒服的 但這個不舒服 我覺得是要去適應和習慣 因為兩個人相處就要融合 而且我覺得 那個男生 根本是A0 他第一次拍拖 可能有一些位 他真的不懂得拿捏得好 所以令到對方的心情 他可能不知道 你覺得如果你去拍拖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這種局面 所以其實我剛剛聽到 他說的情況 我心想 如果我是一個男生 我應該都會 黑面 黑面是最好的 我有時候我先不要說拍拖 其實我跟其他朋友 或者跟其他人相處都是一樣 譬如有時候我看到那件事 在我的價值觀裏 我覺得 這樣其實是不對的 或者不對勁的 正常情況下 你會很想跟他說 但是你又怕 你說了這樣 大家會擦臉 但你都會忍不住臉 才會說 咦 可能這個就是黑面 所以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人 走在一起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而且真的很新鮮 我相信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所以將來 到我拍拖的時候 我可能都會找你們交交 好啊來一來 你聽回這集就行了 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齊 因為我們終於有 我們屬於葵聰無事中心會的電車 哇 快點 快點 Yeah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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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葵聰無事中心會 第一個跟粉絲見面活動 也都可以在這裡公佈了 就是我們會和大家一起掌握電車 就走一轉 不是吧 哇 哇 今天大家參加 記得入會 還有留意 以下這個時間了 拜拜